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去到内地历史性访问12天 除了重点项目,翻湖南的家乡商谈祭祖 其他几个到访地,南京、武汉、重庆、上海 都有当年国军抗日的足跡 都是中国人一起对抗外敌的战场 对比今日冰封的两岸关系 马英九走这个历史报道很有心意 这一步,其实马英九已等了73年 今年73岁的马英九,才是第一次回到内地 一种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非常简单的行为 回自己的国土,拜祭自己的祖先 但对马英九来说,就是遥不可及 就是要用上73年 镜头前面,我们见到马英九在祖坟前 在访问当中多次劲烟 他对祖辈报告说,台湾在他8年的管治下 是两岸分隔70年来最和平繁荣的时期 马家现在有38个子孙 一直都是遵守黄金非宝,书为宝 万事皆空善不空的家分,自强不息 马英九从未踏足湖南的家乡 当年战乱,马英九的爸爸马鹤灵 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 由台湾赤身到大陆参战 而马英九的妈妈秦口修 就抬着个大肚,由台湾去找丈夫 因为时局突变,两口子颠配逃到香港 就在港华医院生了个儿子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经常说笑地说 我是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的 生了三个女儿才得到这个男孩 马英九的爸爸对他要求格外严格 儿子小二就要他手抄古文、官纸和论语 几年前,马英九妈妈离世 马英九曾经写了一篇悼念的文章 描述他妈妈离楼时的一个画面 他说,我为他背桃花玄机 背对了,他摇头,背错了,他摇头 我们重温50年前母子共享的快乐时光 想象得到马家的家庭教育是多么中国式 马英九有个小学同学 他接受记者访问时曾经回忆地说 马英九对林则徐特别敬佩 一说起那段历史,他就会激动地站起来说 烧烟焚烟 有个中学同学也回忆高三年的校庆 18岁的马英九跟我说,立志要做总统 我当时也不信的 结果,40年后,58岁的马英九果然做了台湾最高领导人 马英九爸爸是典型的中式严父 他将所有的期许都放在马英九身上 他怕这个儿子在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的女人堆中长大 会变成梁梁康,于是要求儿子 负责家所有打数、砌柴等等的粗重功夫 考大学时,人人都选理科,马英九也想选 但爸爸就说,你要选文科,读法律 马英九问为什么?爸爸说,石门水库很难建 但请12个欧洲专家回来,一定能建成 但如果国家治理不好,可不可以请外国人帮你治理呢? 于是,马英九听从父分就在台大读法律 之后更去到美国哈佛大学,读到法学博士 学成回来台湾,马英九做了领导人掌经国的英文秘书 之后在官场平暴清云,直至做了法务部长 即类似香港的律政司长的角色,遇上人生最大的挫折 因为马英九一上场就大力掃黑,结果受尽攻击甚至生命的威胁 当时妈妈和姐妹都叫他不要做了 唯独是马英九的爸爸就鼓励儿子继续 他说,闻天祥,郑成功只活到39岁 马英九,你已经给他们多活5年了 怪不得今天马英九能够站在祖坟前面对先辈这样说 他说,你们的家庭教育没有失败 神中追远是中国人道德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 马英九带着马家四姐妹来给先賢鞠躬沉根应祖 就是要告诉台湾人,我们本来就血脈相连 对比之下,我反而想看看同一时间走了去美国 认责作父的蔡英文到底是受了什么的埋光教育呢?